今天又要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的常识了 最近我问我身边的好多个朋友都说 你们对自己脸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你们猜怎么着 不管找多漂亮的人 年纪多少 不分男女 都说不太满意自己脸上的皱纹 斑 甚至与生俱来 从阳台里带出来的大物质 或者大智 他们也不太满意 我得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 你们对自己脸上有这种情况吗 不满意的地方 我脸上有雾子 有斑 那叔叔呢 您对自己脸上有什么 40之前没有 这50以后长得想黑点了 也挺在乎的是吧 那怎么不在乎 我这心里老说不着叫老店女士 您对自己脸上不满意的吗 我就今年开始脸上这长了一个痣 我就觉得很不满意 我喜欢脸上干净的 其实不管年龄多大 也不分男女 其实都希望自己的脸上是干干净净的 别长东西对不对 那除了脸上如果真的长了东西 会影响美容之外呢 还会传递出哪些信息呢 他是全国第三批明老中医学术继承人 他擅长察言观测 伸舌看脸 辨知辨证 今天他来告诉您 在家照镜子就能发现身体发出的警报 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专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诊室女科第二世代传人 韩学杰教授 欢迎 你好 韩老师你好 大家好 您看我这儿长了一些 咱们俗称叫什么 痣还是叫悟 我这样看不是很明显 是不是您打小就有 打小就有 有一个小小的 应该叫类痣 先天性比较感性 爱哭 我是一个爱哭的小男生 一般来说痣如果是打小长的 变化不是很大 就是长得不是很快 说明就是说某个脏气的功能要弱一些 如果扩大颜色加深 那就说明你五脏可能脾肾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瘀毒 或者一些经脉不通 或者也是良性肿瘤一个信号 所以大家要关注 还有那些就是说脸上本来挺干净的 但是后天突然长出一块大物子或痣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是更要关注 如果在后天或者近期内长物子或长痣 而且生长特别旺盛 这一般说肿瘤的这个程度比较高 容易发生 大家要去及时去医院去检查 排除一些肿瘤 是不是体内长些东西 还是功能损害了 是的 但是脸上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这个方式方法 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就是你这脸上长雾子 然后激光冷冻 或者是那种高温灼烧 就可以把那雾子去掉 您说的就是一些爱美的女士或者是人缘 这是采取的一些方法 短期内有效 是 就刚做完以后 可能一两个月 有的人可能半年内没什么问题 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重新生长 所以脸上长这些斑 痣一定是体内脏气的不协调 或者出现了一些经脉不通 或者是长了一些肿瘤 体外才会有这些表现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有些时候是治标不治本 没错的 所以光去表面东西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调理五脏 你这些说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坐立不安了 原来脸上的一些痣 皱纹或者是雾子什么 您不要小看它 都是身体的气宽 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